身边出现的这几种人,是来害你的,要趁早锻炼,冥冥之中自有天意,此说有点玄学,但不无道理,天要下雨时,蚂蚁搬家,蜻蜓低飞,当你要遇到危险时,一些人的出现,或许就在提醒你,生活中的一些细节,早就透露了你会遇到什么事情,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了下面这几种人,意味着你的生活隐藏着危机,他们是来害你的,赶紧远离,拼命讨好你的人,明朝有个才子谢尽, 深得朱元璋的厚爱,一天早晨,朱元璋忧心忡忡,因为宫里的一个女孩夭折了,还被丢到水里了,谢尽灵机一动,说,化作嫦娥下九重,翻身跃入水晶宫,绕了一个大圈,坏事好事,哀声叹气,变成了吹捧,遇到上司,使劲吹捧一番,以此来赢得好感,这是职场中的尝试,可是,一个人一直听虚伪的话,耳朵就会特别软,被吹得找不到方向, 当你身边的人,发现你犯错误了,走错地方了,还使劲点赞,说明他的内心是很阴暗的,被人卖了,你还帮人数钱,这样的事情,多么愚蠢,数钱的快乐,让你误以为自己虔诚似解,那些拼命讨好你的人, 其实是来害你的人,用花言巧语来愚弄你,阿谀奉承的人,看人看背景,教人教条件,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,善于谄媚的人,往往是利益智商,在他们的眼中,感情其实是不值钱的,当你对他有利时,你会想尽办法讨好你,如果你没有了他想要的利益,他就会开始疏远你,一旦出卖,你能获得更大的利益,那就危险了, 所以,要学会识人,远离那些阿谀奉承,建立妄议的人,交对了朋友,人生的路越走越宽,交错了朋友,做事情会步履蹒跚,人品太差的人,不是所有的人都怀着善心,还有很多人心思歹毒,一不小心,就会让你的成就付诸东流,正如电视剧《知否知否应视率肥红兽》中,康姨姆就是人品太差的人,她总是陷害姐姐,还给明兰找不痛快,她到处搅弄风云,让所有人避之不痛, 唯独王大娘子十分信任这个姐姐,可是到了最后,恰恰是因为康姨姆的挑唆,王大娘子才背上了祸害婆婆的罪名,差一点影响全家人,做人过于相信他人是一种愚蠢,懂得提防别人才是智慧,无论她与你的关系有多好,一旦发现对方人品不端,就要与之保持距离,须与伪仪的人,表里不一的人多是危险分子,他们往往有着两套形式风格,在外带人接物都十分正常,甚至会让人感觉, 让你觉得他是个好好先生,但在背地里为人,却是另外一副模样,人前千功,人后卑鄙,这类人往往都是自私自利者,更可怕的是,他们善于伪装,善于装可怜,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,就遭到算计,虚伪的人,都是利己主义者,他们表面上装出来的无害的一面,也都是为了自己的今后的算计,别人做铺垫 假的就是假的,装出来的友善,总是不自然的,在平时的生活中,我们要擦亮双眼,看透对方的虚伪,自私自闭的人,星辰大海,里面的文心,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,因为极度简爱,于是做出很多伤害简爱的事情,他从来想到的都只有自己,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,最后甚至诬赖简爱,想要让他入狱,简爱因为感念他,曾经帮过自己, 在成立公司之后,也主动邀约文心加入,没想到的是,最后他依然不知悔改,做出伤害他的事情,不是所有人的人都值得深交,那些自私自利的人,平日里可能还和你保持着良好的关系,但是一旦你伤害到他的利益,就会立马暴露原形,伪善狡猾的陷阱制造者,这种人看似对你充满关怀,主动与你交流,询问你的需求,然而,他们的真实目的并非为了你好,而是在利用你, 一步步达到他们的目的,他们会设法套取你的话语,掌握你的隐私,作为他们进一步行动的筹码,他们在背后更是不遗余力地编造和传播关于你的谣言,意图破坏你的声誉和形象,而当你面对他们时,他们依旧能保持着表面的关心和热情,目的就是让你放松警惕,让他们能够更接近你,只会利用你的视力眼亲戚,有一句话恰到好处地道出了人性的现实,穷在闹事无人问, 穷在深山有远亲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因为很多人骨子里就是视力的,你过得好,他们都想沾点光,所以会想尽办法亲近你,跟你搞好关系,你过得不好,对于他们没有太大的价值,他们自然也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成本来跟你建立关系,可以说,这样的视力眼亲戚,带给我们的只有失望和伤害,哪怕再有血缘关系, 也没必要付出真心,因为你暖不热他们那颗薄良又自私的心,爱抢占利益的人,人与人之间合作,最想要的是达到共赢的效果,若两个人合作,一方承担了大部分工作,而另一方平时不怎么努力,但在分利益的时候格外计较,他会细数自己都做了哪些贡献,不断强调自身的重要性, 其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要多分给他一些好处,爱抢风头,争功劳,把你当成工具人,若两个人谈不拢,他会鸣枪按夺,用很多小手段,去侵占你的利益,只有让他占到便宜,才会满意,和这样的人共事,总是耍心机,真的很累,不如趁早换合作伙伴,相处简单,对事业也能更专注,道德绑架的人,朋友之间有经济往来,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, 毕竟谁都会有经济窘迫的时候,借钱给朋友,是对朋友施以援手,也是一种人情投资,将来自己有难处,也好像朋友张口,有效的经济往来,就是你来我往,相互帮助,秉承着友情为对方着想,但有些人将借钱当作了理所应当,将友情当作了可消费的物质,当他们找你借钱的时候,会有些理直气壮,一般是先请你吃饭,而后再提出请求,在这之前,往往还有一段关于双方有意识的寒暄, 最后再提出借钱的请求,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的顺理成章,明正言顺,嘲讽打压你的朋友,其实朋友之间关系熟了,有时会出现互损的现象,来拉近关系,愉悦氛围,但请记得,越是朋友,越会在意你的感受,那些无伤大雅,不会刺痛你的玩笑,和真正伤害你的嘲讽打压,是不一样的,前者给你的感觉是平等的,开心的,放松的,紧密连结的,后者给你的感觉是恶意的, 贬低的,无视的,想要疏远的,有毒的朋友,就是想要在和你的交往中,占据绝对的话语权和优越感,所以才对你出言否定和嘲笑,假惺惺的人,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种人存在,他们平时看起来很和善, 也与你相处得特别和谐,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,甚至会主动安慰你,让你心中充满暖意,可在某一瞬间你突然发现,原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,他的和善是假的,对你的关心也是假的,不仅如此,他甚至参与了让你落魄的整个过程,可你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, 他们擅长伪装自己,也时常在别人面前惺惺作态,手段高明者,甚至可以在公众面前树立一种完美的形象,只有真正了解他们,或者通过一些事情,看透他们的人才知道,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,与他们最真实的模样相差甚远,不踏实生活的人,这种朋友也要远离,他们成天想着一步登天,总想着一夜暴富,有一天会为了利益算计身边人,那个人很可能会是你, 喜欢投机取巧的人,刚开始通过一些事情,尝到了甜头,野心膨胀后,会开始做一些错的事情,然后一步错不不错,最后他们犯错还会牵连你,你和这种心眼多的人玩不过来,他们能想到各种方法钻空子,占便宜,脑子里很多阴谋,有一天他们开始算计你,你根本逃不过,所以啊,为了避免未来被他们牵连,或者被他们算计,还是趁早远离这种人,哪怕认识再久,也要很下心, 信息从来不回的人,在现今通讯工具越来越便利的今天,手机也成为了我们形影不离的伙伴,那么如果一个人总是不回你的信息,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,而是不想回你罢了, 其实,信息从来不回你的人,无非两种状况,第一种是从来没有,把你当朋友,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可有可无,第二种,就是已经深深地厌烦你,连和你交流的意愿都没有,无论是哪一种,我们都应该有一种不打扰的思想觉悟,生活中无论你做得再好,都会有看不惯你的人,因此对于这样的人不必上火,也不必发愁,只需要把他们删除拉黑就好, 平凡的世界中有说过这样一句话,你永远要宽恕众生,不管他有多坏,甚至他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,我们要远离那些不值得的人和没有必要的事,往后余生,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,不要总是拿着别人来惩罚自己,当解释是多余的时候,我们就要停止解释,学会及时止损,生活才能坦荡荡。